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我們今天呢繼續來玩這個達拉特工 那麼今天的話來挑戰一下這個第16章沙漠邊緣喔 那好像是出了這個新的這個怪物喔 跟之前那個機器人是差蠻多的 然後的話我也是差不多進去都是送死喔 所以的話一分其妙 來看一下這次稍微認真 能不能夠直接一次就通關喔 感覺這邊好像難度 這個每一張的好像跟之前的差蠻多的 之前的話是每一張都要提升提的蠻多的 那這個的話好像就比較偏向靠運氣喔 感覺你可以先把那個武器給突破上去 就可以很好的 這個發展然後順利通關 應該是這個樣子吧 那我們這前面的話應該都會稍微先跳過跳一下 畢竟前面還是算蠻無聊的 好那現在差不多也都快要9分鐘了 那這一場的話算是還蠻困難的 那前期的話基本上這些武器技能 看像我們這邊都已經滿心滿很久 那我們這個補給 這個經驗值還有這個金幣 都幾乎快滿了 直到大概接近快8分鐘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手禮劍才把它突破上去 要不然那個時候才3顆星吧 然後我們的 這個加經驗值的被動 反而是都已經滿心了 這裡感性 不過也還可以我們第一個選技能有 額外加30%的 加成 不過這個藍色的 蝎子一直攻過來 那我們看一下目前還差那個 足球 足球血 我們來去找找看看有沒有 屍體 可以來吸一下經驗值 感覺目前場上的這個經驗值還蠻多的 來來看看 找一找 這種開放式地圖應該還蠻容易找得到的 畢竟箱子數量也蠻多的 像這邊就有兩個 那我們就在55秒的時候來把它吃一次 來打這個10分鐘的boss 看來這關也是可以蠻輕鬆的就破關了 而且這個綠色的蝎子看在擊退的時候 還蠻容易擊退的 來吃一下這個 來看看板磚 這個磚頭彈 我們磚頭彈已經升滿了 再來的話板磚 讓人鎧甲先尋好了 反正這個boss打完也有那個寶箱可以把它突破上去 那這個一爆蟲也是很簡單喔 雖然說我們現在打王技能 就只有斧再加這個雷電 不過還好他血量沒有到很多 對方的技能都是蠻好躲的 吃一招給大家看 就大概掉了 10多%的一些 血量而已 算很多啊 把這個寶箱給 拿一拿 成功 拿出我們的鐵 鐵氈 鐵雅鈴 這個叫雅鈴 那接下來應該也是蠻輕鬆的時間啦 基本上主武器選完之後 然後一些其他的被動也上面選一選 應該就還算可以喔 尤其是我們有這種擊退的效果 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 被打到基本上就一直往後退 直接退到螢幕外面 這關應該每個都有幫他設定一個重量 什麼之類的 這樣才可以打到 就算我們守衛者 這個推道也是推的蠻遠 基本上進都進不來 但如果你是那種 地場的話 降低速度可能就比較沒有什麼差 不過對於豬來說 降低移動速度還是蠻有用的 畢竟我們這個推也推不太 不動那些豬嘛 這比11分鐘的精英掛 打一打打一打 好像到20張會突然變得特別難是不是 不過還好我們現在才在第16 16張 第20張還有一小段距離 再稍微努力一下 這精英怪的 終於是打死了 不過我們還是先去吃一下 經驗值好了 來把那些重要的被動 像足球的還有 哇那這樣我們就有一個沒辦法 把他突破上去 我們還是把足球 能選足球被動先選足球被動 最近的話足球 說足球足球就來 亮子球 我們剩下的就把這些寶箱給吃一吃吧 蠻可惜的 不過那個 紹介也是在打王的話會比較方便 在打這些怪的話是比較還好啦 重點還是把 那個行李放在打這些小怪身上 12分鐘又有一隻 蝎子 蝎子 好像還是挺快的 就感覺現在有點危險 這四周的怪物越來越靠近 他真的感覺都越來越硬了 這些小boss 好這邊讓人開獎 我們被動莫名其妙多了一個加金幣 走算是打死的 他應該可以順利迎接13分鐘 我們盡量把那個被動 的 減少冷卻的 把它升一升 給我吸一下 一等都沒升上去 13分鐘之前應該可以再稍微升個一等 好 那這邊沒有加到我們的 冷卻時間減少 準備 看看有沒有什麼 磁鐵之類 可能是沒有 不過這個綠色的蝎子應該是不用太擔心喔 是極客效果 非常有效 這血瞬間找了一半 但是被毒蝎子弄到 這個一專心的時候就會 不講話 重點是這隻甲蟲 怎麼 這麼硬 總算是打死 他到13分鐘都已經快要打了一分鐘了 都快要14分鐘了 總算是解決一個難題 因為我們現在的主要目標還是去找那個磁鐵 看可不可以把 這些廠上的基因值把它吸一下 不然還蠻浪費的 14分鐘了 有變 比較簡單一點 有份我只好沒有到墨蜜 這邊吸個血 磁鐵 有沒有磁鐵 有磁鐵嗎 哈囉 這次有炸彈 我好像沒有磁鐵 我們再盡量往上走 走一下看能不能找到 這邊 視野都沒有 不過可以稍微試一下這些紅金的經驗者 喔這邊有了 如果是用手機看這個要找到眼睛 眼鏡真的是要蠻好的 好 很好把它升滿 拿著來健身指南 把它升這樣 最後一個 笨怒公牛 應該也是輕鬆過關啦 而且更換我們還有加這個跑速 整個地圖又是這種大大 非常好補 那這一炮那個雷擊也才 20幾%血量 這boss的血量還是蠻多的 現在才打到一半而已 這個好像都會被 打到 這個要怎麼滾 喔就這樣 等它衝過來的時候稍微躲一下 反正我們現在還有一條命 而且我們還可以稍微 坐地下吃個小肉 boss我估計也要打了 要兩根 一分多吧 一分半 或是只要有耐心就可以順利過關 章節16 也是一次通關 那看一下傷害統計 好吧那我們今天呢 打到特攻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集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